除了以上三宗确诊病例 卫生部全国危机警戒及应对中心 也接获了11宗武汉肺炎病毒的疑似个案 经过检测 其中10个人证实没有感染病毒 不过还有一个人的检测报告还没有出炉 目前人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在11宗疑似病例当中 我国公民占了8名 另外两人来自中国 还有一名约旦人 卫生部部长拿杜斯里祖基菲里指出 疑似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本地人 都曾经去过中国 目前还有一个人在等待检验结果 部长也强调 至今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只能以现有的药物根据患者的状况 提供适当的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